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阿姨虽然今年六十多岁了 但身体却很好 经常带着自己的外孙到处出去玩 可今年天气变凉后 刘阿姨总感觉自己膝盖部分隐隐作痛 我带着孩子去公园玩 走着走着 膝盖酸痛酸痛 我立马就坐下了 回到家后 刘阿姨以为自己累着了 所以减少了户外活动 闲着没事 刘阿姨带着外孙在小区里溜达 刘阿姨便和老太太们聊起 自己的膝盖最近总是一阵一阵的酸痛 我跟小区老太太们聊天 我说我的膝盖酸痛酸痛的 老太太们说 你的身体食气太重了 你回去熬点红豆一米汤 听到用一米红豆熬成汤 可以治疗膝盖疼 第二天 刘阿姨便去超市 买了点红豆和一米 熬了一锅红豆一米汤 每天刘阿姨就把这个当水喝 可连喝了两天并没有什么效果 膝盖还是一阵一阵的酸痛 老太太说 不行 你喝的一次肯定不管用 你好多次才管用呢 我就上来 熬了红豆一米汤 随后刘阿姨又买了一米 熬了一锅红豆一米汤 把它当水喝 可喝到下午的时候 刘阿姨就感觉病不舒服了 第二次 喝了红豆一米汤 感觉肚子特别不舒服 叫做肚子咕噜咕噜的 想拉肚 我赶紧跑到厕所里 到了晚上 刘阿姨拉肚子更严重 没办法去了医院 回到天天这么喝 而且吃的量比较大的话 有可能出现腹血 因为那一人还有一个他是良性的 所以吃太多的话 可以引起这些胃肠功能的 这个功能的那些伪乱 这种情况 刘阿姨原本想通过食疗的方法 来治疗好自己的膝盖酸疼 可最后膝盖酸疼没有减轻 自己却拉上了肚子 那一米红豆汤 到底有没有治疗膝盖疼的功效呢 刚才讲的义与鸣和红豆 它出师是一个它的主要作用的一个方面 当然像义人还有健脾的作用 同时 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讲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含有丰富的B组维生素 这些都是能调节人体免疫 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所以呢 丹葱葱是疗它的关节炎 或者内风湿性关节炎这个角度来讲 吃一些红豆 吃一些义人 这也是允许的 在这里 红主人还告诉我们 一米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 是我国古老的药食同源的食物 如果说 一米有利水消肿 健脾去湿 美白去斑等功效 那一米究竟怎样吃才营养科学呢 为此我们进行了街头采访 阿姨 你在家常吃玉米吗 这回嘛 就是早上吃 现在我又打 打豆浆 吃熬粥吧 熬粥 早上熬粥 搁点小米啊 还有小茶的呀 还有玉米茶的 我玉米一般是煲汤 把它跟排骨炖的一块喝 各种米 玉米 紫米 豆 红豆 绿豆 都熬在一起 八宝 叫什么粥 八宝粥 用玉米来熬粥 炒干 带茶也 煲汤 玉米的做法多种多样 那究竟该怎么吃才更营养呢 那么来讲呢 你要整粥的去嚼这个玉米的话 它是很难消化吸收的 所以只有打成粉 帮助它 给它粉碎了 把细胞壁给破坏了 那么这个人 人的这个虚弱的这个胃肠道 才能更好的消化吸收 玉米除了节目中介绍了这些营养价值 有研究机关的数据显示 玉米对癌症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里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李再贵教授 对我们常吃的燕麦 玉米都有很全面的研究 当我们和他聊起玉米可以防癌时 他给我们看了一份有关研究玉米的数据 这是一个贵州的一个医学院做的一个实验 就是对不同的癌症 比如说肝癌 胃癌肝癌 肺癌等等等等 癌症的 要完全治好 这个效果是没有的 但是有一部分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 这个整体上加急呢 还是有60%的缓解的作用 那当然也有30%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所以有很多包括我们台湾大学 有很多的这个日本国立癌症研究所 都证明了这个意义 它主要是意义指 对这个癌细胞有一个控制它 生长的这样的扩散的一个作用 还是很不错的 一人米中的一人脂被发现有良好的控制癌细胞生长功能 可以说是理想的防癌食品 而除了这些 在这里李老师还告诉我们 一米除了吃 对身上的物质也有一定的功效 如果说一米可以去湿除风 清热排浓 美白健脾防癌 那我们究竟该如何选购一米呢 在超市里买的显得都是很白 可能有的人觉得越白的越好 即使你仔细的看 中间有一条浮沟 这条沟的颜色是很深的 近负于黑色 即使一移收货下来之后 它的外层都是有一层这样的黑的东西 这个商家为了好看 把它外流这一层给它撵磨掉了 这一层呢其实营养是非常之丰富的 功能成分含量也是最高的 所以呢我倒是劝消费者购买的时候 不要意味的追求白 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嘛 大概有百分之五六 所以它也容易哈败 如果保存得不得当时间太长嘛 那一个它就生虫 第二个它哈败 那那些你肯定就没有适用价值 杨阿姨是一位很注重饮食健康的女性 特别是在食材的选购方面 一直都十分讲究 这不周末的一大清早 杨阿姨就来到了菜市场 准备为今天家人的餐桌 选购新鲜的蔬菜 在挑选蔬菜的时候 杨阿姨是有着自己独到的秘方的 她总是会去刻意的买那些带虫饮的蔬菜 你们这个菜啊 你说咱先在海上有这个 吃饮料的 你放了吗 就是要是在吃饮料的 凌着精心挑选的蔬菜 杨阿姨回了家 家里女儿也一块和杨阿姨准备午饭 淘米洗菜 母女俩忙活起来 可是不一会儿 一看妈妈买的蔬菜 细细的女儿犯愁了 妈呀 嗯 这菜叶是为菜片全是虫饮的啊 怎么菜叶上全是虫饮呢 难道妈妈是为了图便宜 买了别的挑售的菜吗 这油冻饮的菜是我专门挑的呀 这上面不辣红药 吃得放心 这菜一个一个全是虫饮 怎么吃呀 杨阿姨和女儿为这带虫饮的蔬菜 争执不下 对于妈妈的好心 女儿并不领情 但为什么杨阿姨不挑叶子完整的蔬菜买呢 我不是为了贪图便宜 这个带虫饮的不带虫饮的价格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听好多人讲呢 这种带虫饮的蔬菜呢 它是不打农药的 是纯天然的 这样家里人吃起来放心吧 所以我买菜的时候 特意挑这种带虫饮的蔬菜 杨阿姨为了让一家人吃上更安全 没被农药污染过的蔬菜 所以每次去市场 都特意寻找这些带虫饮的菜 但这一番好意 却没能得到女儿的理解 就是看到这种带虫饮的菜吧 一想到之前有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的 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再说了这种菜之前究竟有没有打过农药 究竟是不是原生菜的 我心里也挺怀疑的 这种带虫饮的菜真的没有打过农药吗 杨阿姨的女儿有点怀疑 于是就上网找答案 可得到的结果更让她意外 网上有人甚至说有虫冻的蔬菜不等于没打农药 而且这样的蔬菜农药残余量更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的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让我们先来听听卖菜人的说法 您这菜业上有好多虫冻 这种菜业能吃吗 这是没打药的 没打药才有虫冻 这样的菜业有人买吗 有人家都喜欢买这样的 这样的没打药嘛 吃老公还在 我看您那菜业上有这么多虫冻 这怎么回事啊 还没打农药啊 没打农药的 那这样菜有人买吗 有人买啊 有了一点虫农药都没有到 找到哪样多了 人竹子都不能吃 人还能吃 按这两位卖菜人的说法 这些带虫冻的菜 都是没打农药的原生态蔬菜 好菜 但接下来 这位的说法 却迥然不同 那些菜都是 为什么有这些冻啊 能吃吗 那些冻那是虫冻的 那种有虫冻的 那种有虫冻的菜 大家都愿意买吗 那有的特别愿意买 他说是乌龙派的 被打农药 实际上是真的乌龙派吗 实际上不是真的 没有不打药的菜 那带虫冻的也是吗 带虫冻的它就是个别的 有的是蜗牛咬的 不是虫子咬的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网上言论令人半信半疑 而现实中 几位卖菜人的说法也不一 那到底谁说的对呢 有虫冻的蔬菜 到底有没有打农药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前往中国农业大学 寻求专家的帮助 通过菜叶上有没有冻 来判断它是否安全 这是肯定很不可靠的 如果说你一定要拿一个结论的话呢 可能还要劝告观众朋友 小心这个 菜叶上有冻的这样的这种蔬菜呢 浓产超标 如果说这个虫卵已经长大了 都长成虫了 到这个时候呢 就要下猛药 才能治得住这个虫子了 这个时候用的这个农药呢 可能呢毒性会更高 第二个呢 它的这个间隔期 相对来说 比虫暖的时候打的农药 它就会更短 如果说这个间隔期特别短的话呢 那么它这个农产超标 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呢 反而呢还会更大 我们该如何清洗菜叶上的农药呢 今天几个小妙招就能解除您的烦恼 让科技之光服务于您的生活 使您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由此看来 众口相传的有虫洞的菜 说明没打农药的观念是非常不可靠的 菜叶上有洞 只能代表这菜受过虫害 但并不能表示它没使用过农药 其实 无论菜叶上有没有虫洞 人们真正所担心的 一直都是蔬菜上的农药残留的问题 而大多数人对蔬菜的农药残留 感到担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农药能毒死虫子 人吃了是不是也会中毒呢 农蝉肯定是希望它越少越好啊 没有最好 但是呢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 几乎是不可契机的啊 因此的话呢 我们只能够是要求这个农药的残留 在法定的标准之内 只要在标准之内呢 就对我们的这个身体 我们可以四自为 不会造成健康损害 因此在专家看来 只要经过适当的清洗 蔬菜上的农药残留 并不会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造成威胁 不过这里要提醒观众注意的是 如何清洗才能够更好地去除 蔬菜上的农药残留呢 我们的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居民 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洗菜的 清朝你洗菜叶的时候 都用什么来洗啊 用洗的清洗 你那能洗干净吗 我认为洗的比较干净 听人家说用糖米水啦和碱水啦 我一般都是都喝鲜盐水 我净用清水泡一下就行 觉得把那那农药一泡 它不就掉了吗 看来大家清洗蔬菜的方法都各不相同 记者在网上也搜集到了 各种清洗瓜果蔬菜的小妙招 有人说用桃米水洗 有的人说用碱水或洗洁精 还有人选择把蔬菜浸泡一段时间再清洗 可谓五花八门 那么哪一种方法才是科学的呢 这个洗洁精洗呢 是我呢尤其呢不推荐的 洗洁精呢通常都是强碱性的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蔬菜上 有的时候用的农药 比方说用的是底百虫的这种农药 它还是允许用的 如果说它还没有完全分解的话 在这种洗洁精给它造成的这种碱性环境下 它有可能慢慢的生成低低位 低低位的这个毒性就比底百虫高了十倍 另外呢这个洗洁精呢 如果说你用了之后 你的清洗不足够的干净 那么的话呢 它有可能洗洁精的这个表面活性剂 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分子物质 会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 专家认为在不知道蔬菜上所喷洒的是什么农药时 贸然用洗洁精清洗蔬菜上的农残 可能出现没能去除农药残留 反而与蔬菜上的残余农药发生化学反应 加重蔬菜毒性的情况 那么用清水将蔬菜浸泡一段时间 用水来稀释蔬菜上农药残留的做法是否可取呢 把它浸泡很长时间呢 也是不可取的 浸泡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可能让这个蔬菜的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增高 这个也是大家不希望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健康也是有危害的 清水浸泡的方式也不可取 那么怎样做才正确呢 专家特别介绍了几种简单易行的清洗蔬菜水果的方法 在清洗的同时 能进一步的去除蔬菜上的农药残留 方法一 切邦去地 减农残 就这种叶拆类 下面如果有一个邦子 特别明显有个邦子的那个地方 那邦子因为你打农药的时候 这些农药就会从上往下重力作用 就集聚在那个邦子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受阳光的照射不足够充足 被上面的叶子给挡住了 那么它的分解也就不足够充分 所以那个地方的含量就相对多 因此吃的时候呢 可以把那个邦子的地方给去掉 这个就会去掉不少的农药 还比方说像我们的那个辣椒 辣椒的那个凹陷的那个部分 那个地方也是同意 也是这个农药可能聚集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吃的时候呢 把那个地的那个地方把它给去掉 那其他的地方相对来说 也特别容易清洗 另外呢就是可以煮熟的 比方说有一些它确实含量 就是农药含量也比较高 但是呢我们又束手无策 没法去洗它 那也没法去去皮 那就是通过烹饪的方法 这样就可以去除大部分的农药 方法三 加点面粉搓洗剂 还有一些呢就是 我们又不大好去去皮 比方说像那个小的小西红柿 小的樱桃萝卜等等 我们就可以加一点面粉 在里面 淀粉也都可以 加到里面以后呢 拿手搓洗 足够的这个摩擦力 把它这个表皮清洗得很干净 方法四 清洗水果也是用 在这样搓洗之后 再用这个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这样呢就会很干净了 也就可以很放心的去吃了 这个呢 推而广之吃樱桃吃葡萄 这些水果的时候呢 都可以这样来使用 最后我们还需要提醒消费者的是 选择蔬菜时需要仔细的慎重的挑选 尽量去正规的菜场或者是超市购买蔬菜 这样才能够让消费者购买的蔬菜有足够的保证 家住北京的高阿姨一直很喜欢园艺 自己家的小院子里就种着许多她亲手栽培的花果 而她同时也是个心灵手草的人 每逢这炎炎夏日 她都会自己制作葡萄酒和家人分享 不曾想这多年来喝惯了的自制葡萄酒 现在却成了高阿姨高度关注和担心的问题 如此钟爱葡萄酒的高阿姨 最近却被朋友圈里的一条消息吓到了 帖子说老百姓家里自酿的葡萄酒所含的甲醇很容易超标 严重时可能会致人失明甚至死亡 那么自制葡萄酒真的存在如此可怕的安全隐患吗 关于自制葡萄酒的方法 在搜索引擎上一查就可以查到 她所需要的原材料非常的普通 只需要新鲜的葡萄和白砂糖 制作步骤也相对简单 下面我们先让有自酿经验的高阿姨 带领我们来重庆一下制作葡萄酒的过程 这是我从市场买的新鲜的葡萄 这个是盐 这个是白糖 这个是保鲜膜 这是用开水消过毒的瓶子 把新买来的葡萄 从葡萄根这点剪下来 不要剪破它 齐着根剪 放上点盐 用盐水泡过十分钟以后 把这葡萄捞出来 控水 把淋干水分的葡萄放上白糖 6斤葡萄 1斤白糖 给它碾碎了 整个的能量 发酵的慢 白糖在里头 彻底融化了以后 装进瓶子里头 这个葡萄装进以后 留出三分之一的块 瓶子不能封盐了 封盐了它如果装满了 它容易炸 现在我把用保鲜膜把它封上口 盖上盖 封好盖的这个葡萄碎 放到30度左右的室外 一个月左右就成葡萄酒了 自酿葡萄酒 它的用料是天然的 步骤也极易操作 在亲眼目睹了高阿姨自制葡萄酒的过程之后 我们的疑惑也随着加深了 那么为什么说自家做出来的葡萄酒会有毒呢 随着葡萄现在大量的上市 那么很多葡萄酒的爱好者 都选择了在家进行自酿的葡萄酒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处理的不当 就会造成甲醇 杂醇油的超标 大肠杆菌等细菌的超标 那么同时呢 还有些农药残留啊 重金属等等 都会对身体呢 产生极大的危害 那么葡萄酒中的有害物质 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甲醇和杂醇油的产生 主要来源于原料 葡萄皮当中的果胶 在果胶酶和热的状用下 可以分解成为甲醇 煤变也能产生大量的甲醇 那么葡萄中的蛋白质 在水解成氨基酸 氨基酸在煤的作用下 可以产生大量的杂醇油 那么在我们自己家 酿造葡萄酒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的容器 消毒的不够彻底 采购的原料不够新鲜 在发酵过程当中 我们的时间温度 掌控的不够科学的话 都会产生煤变 那么这个煤变呢 就会产生大量的甲醇和杂醇油 正规的企业都有去除 甲醇和杂醇油的相关的工艺和流程 而在我们自己家的酿造过程当中 是没有的 那么是不是自家酿的葡萄酒 就完全不能喝了呢 自酿的葡萄酒呢 也不是绝对就不能喝 但是我们在酿造过程当中呢 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卫生问题 无论我们在葡萄原料的清洗 容器的清洗 我们尽量都要做的彻底和完全一些 否则就会很容易产生煤变 那么煤变呢 就会在发酵过程当中 就会产生甲醇呢 杂醇油 对人的身体产生极大的危害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要注意 在葡萄原料的选取过程当中 要注意尽量选择新鲜 農药残灵少 成熟度相对较高 如果你就红葡萄酒为主的话 那么葡萄皮的颜色尽量选择深色的 葡萄的品种呢 我们以单一的为最好 那么第三方面 在发酵过程当中 我们保持的温度啊 最好在室内在30度以下 恒温状态下 以为最佳 在自酿葡萄酒的过程中 容器的选择也很重要 自酿葡萄酒的发酵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气体 所以不要用塑料的饮料瓶盛放 千万不要用铁、铝器皿 以免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有毒的物质 葡萄酒在封存阶段 我们尽量选择 闭光的陶瓷器皿 在封口的时候 用保鲜膜尽量与空气完全的隔开 当我们储存三到六个月以后 可以进行饮用的时候 我们一旦把它打开 尽快的喝完 可是面对市面上 这些琳琅满目的葡萄酒 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第一点呢 我们要注意 要选择正确的渠道 金箱商、商场或者超市去购买 第二个呢 我们要注意 我们家庭日常饮用的葡萄酒 不见得就是非常昂贵的葡萄酒 我们可以选择 新加密比较好的 像南非、澳大利亚、智利等 新世界的葡萄酒为好 第三点呢 如果您注重这种美容啊 养颜、软化血管等等方面呢 我们尽量选择干红葡萄酒 最后 专家还教给我们一个简便有效的方法 来鉴别买回来的葡萄酒真美 真正的葡萄酒是由葡萄酿者而成 红葡萄酒当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它不会因为酿成酒而消失 假的葡萄酒当中是由酒精、色素和香精所勾兑 它不含有任何的花青素 所以我们只要通过鉴别酒当中是否含有花青素 就能鉴别酒的真美 花青素在碱性的条件下会呈现出蓝色 所以今天我们的实验就采用家庭我们常用的食用碱来进行鉴别 我们现在准备了一杯真红酒 还有一杯刚刚勾兑出来的假红酒 最后一杯是一半真红酒和一半假红酒混合而成的 现在我们用这包纸巾分别卷成三个纸卷 蘸取刚才我们准备好的三杯红酒 再分别蘸取碱水看看纸卷颜色发生的变化 首先我们用这个纸卷来蘸取真的红酒 然后我们再蘸取碱水 这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纸卷马上变成了深蓝色 下面我们蘸取刚刚勾兑出来的假红酒 然后再蘸取碱水 这时候我们发现它没有任何变化 最后我们来纸卷来蘸取最后一杯半真半假的红酒 然后再蘸取碱水 我们会发现它变成了浅蓝色 刚才我们用这个实验间谍了葡萄酒的真假 平时您在家中也可以用碱水这种方式 简单的间谍一下真假的道理 不得不说了一件快事就是坐在大排档一边吃着烤串一边喝啤酒了 一提到喝酒 有些人一喝酒就红脸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自己快不能喝了吧 然后可能身体上有一些不适用的状况就会反映在脸上 喝酒啊有人白脸有人红脸 可能听别人说的是红脸的人喝酒 应该是说那个酒精喝一化的比较快吧 说红脸的应该比较能喝的呀 这酒量不行呗 这东西天生呗 可能就是身体不太好或者对酒里边什么东西过敏吧 酒桌上常常出现一些喝酒就脸红的人 遇到喝酒脸红的人 欠酒的人常说脸越红说明越能喝 因为酒精都挥发了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由于体内的这个乙泉须集 乙泉过量 乙泉导致了全身的毛细血管扩张 而引起的皮肤的发红 这种状况就说明我们的肝脏 已经没有能力完全去把很顺畅的 把这个酒精 就是说咱们主要是成分是乙醇 很顺畅的转化于乙泉乙酸 然后变成热量把它释放出来 这个途径已经不顺畅了 所以这种的红就是不正常的状态 原来乙泉才是喝酒红脸的罪魁过手 喝酒红脸的人体内的酶 推发比常人更多的乙泉 使得脸部毛细血管扩张 所以喝酒之后才会发红 喝酒脸红说明人已经到了极限 不应该再喝酒 否则会对肝脏食道增加负担 损害身体 无论是它体质的功能的缺乏 还是你过量的饮酒 都是表明肝脏的这个以前 脱轻酶的转化功能已经不够了 如果这种状态还要再继续喝下去 那肯定要伤到肝 肝的功能肯定要会受损伤 而且长期这样的下去 那肯定不是光一个单纯肝的一个功能 会导致酒精性肝炎 肝腺化肝硬化 甚至导致肝癌的这种的发生 事实上 喝酒脸红是一不善喝酒的表现 正是身体在提醒您 不能再喝离的紧照 许多人认为 凭借是否喝醉来判断 该不该继续喝酒 这是不对的 对于喝酒脸红脸的人来说 这样导致体力以前持续增多 造成更大的危害 为了自己的健康 喝酒的人 夏天到了 加入北京的新手司机郭女士 总是有一个担心 因为今年夏天雨水比较多 她在雨天开车的时候 后视镜总是被水糊住 看不清路 没想到最近就真的出事了 那天下班的时候 赶上下雨了 开了一会儿之后 反光镜上就一层水珠 后来变现的时候 就跟人蹭上了 幸亏那天车多 开得慢没出什么大事 后来我爱人说 这样太危险 就去给我买盆驱水剂用 驱水剂 这是什么装备 她对于改善雨中的行车视野有用吗 她的作用原理又是怎样的呢 我看这个驱水剂呢 一小瓶也没多少 用不了几次就没了 而且老这么买呢 也不是个事儿 后来我就琢磨着 能不能对照拍料表 自己做这试试 自己以后使得方便点 原来汽车玻璃驱水剂的主要成分是硅油 涂抹后可以在玻璃上进行进行防雨膜 令雨点凝聚成水珠 如同荷叶一般 雨点水滴无法在玻璃上附着 在一定斜度与速度下 雨水会自动的脱落 不留水痕 孙女士给我们提供了几个 她在网上查到的 自制驱水剂的方法 根据这些方法 我们决定帮助她进行试验 为了模仿雨天不同的降水量 我们决定分别用喷壶和水管来进行试验 首先我们来测测肥皂水的驱水效果 我现在拿着喷壶模仿下小雨的时候 均匀地喷在涂满泡泡水的部队上 可以看到肥皂水在喷壶这样的水量下 立刻就被冲洗干净了 下面在用水管模仿下大雨的时候 我们发现用肥皂水来模仿驱水剂的方法 并不可行 因为它浴水就会被冲洗掉 无法起到任何的作用 我们再来试试车辣的驱水效果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颗东西是车辣 我们再用这些车辣做一次学验 一会把它均匀地抹在玻璃上 我们现在把这些车辣均匀地涂抹在玻璃上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将车辣涂抹到玻璃上之后 一定要留心观察 大概两三分钟后 要用毛巾擦拭 否则车辣干在玻璃上将很难被清除掉 我们在用这个小喷壶 摸摸一下下小雨的时候 看着效果 可以看到 喷壶中的水在接受到涂抹过车辣的玻璃后 会凝结成颗粒状的水珠 并且向下滑落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汽车玻璃上的车辣在浴水之后 没有立刻被冲击掉 并且在水量大的时候 凝结成颗粒状的水珠 向下滑落的速度更快 看来 车辣的效果要好于肥皂水 随后 我们又试验了一种 据说便宜又有效的方法 我现在把干油 玻璃吸引剂 松结油 按3比1数据的方式制作一下 我们知道 干油一般用于护肤 玻璃清洗剂 就是我们用来清洗汽车玻璃的玻璃水 松结油是广泛应用于美术 或者装修中的新世纪 这三样东西混合在一起 能有效果吗 我们现在把刚才调好的 世界均匀的涂抹在玻璃上 我们开始在刚才一样用这喷红玻璃 在洗小的时候 我们发现 涂抹过世纪的汽车玻璃上 水是很难糊在上面的 而在水量大的时候 效果就更为明显了 这是因为用干油洗涤剂和松结油 配比出来的试剂 跟正规的驱水剂成分是最雷同的 不过 无论是正规的驱水剂 还是自制的驱水剂 它们都仅仅是辅助手段 建议大家雨天 还是要尽量的减少驾车出行 如果特别需要开车的话 应当谨慎慢行